接著講一下生產剩下的環節 主要集中問勞力還有什麼考的 一些組織的方法、分工、流動性、勞工的質素、生產力 和出糧的方法 分工又叫做專門化 考試主要是問一些優點 沒辦法我們要背了 通常看Past Saver最多都是背三個 我們就背了 還有我建議就是不要寫四個字熟能生效 你要補充一下什麼叫熟能生效 就是重複做一件事越做就越熟越快 人盡其才你不要寫四個字 要解釋每個人有不同的強項 分工分細後就可以每個人都做最強的工作 節省時間也要解釋一下節省什麼時間 例如麥當勞 你只是做炸薯條的根本就不用訓練了 一落牆只做一個動作 又不用轉來轉去又轉了做收銀 又轉了做派餐 節省訓練和轉換工序的時間 至於分工的缺點 其實公開試就未問過的 不過以防萬一 而且回答的時候 你也要小心點 分工 只是做一件事做來做去有什麼缺點 很悶 那是什麼意思 失業風險會增加你只懂做炸薯條什麼都不懂 變成這行沒落了你就找不到新的工 這個都是對工人的 如果考試問對廠商有什麼缺點 你要答這個 過分互相依賴 舉個例子 例如iPhone的生產 是全球化的 中國是負責做裝陷的 如果原料各方面罷工 其中一部分停頓 整個生產就會停了 就是對老闆或者廠商的缺點 你就不要回答這些 不關事 考試可能會問對消費者有什麼缺點分工 就是大量生產做出來的一模一樣 相當標準化 變成消費者沒得選擇 一來沒問過 二來你問的時候 要小心點是針對誰的 這部分難的地方 就是他不是直接問分工有什麼優點 要指出什麼經濟的原理 還有提高生產力的原因 其實就是問分工的優點 其實他問得很隱晦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做熟些past paper 所以永遠都是 看書 讀筆記是沒用的 最重要就是實戰 past paper出什麼 你看得多 其實你都知道 他是問分工 以及問分工的優點 全部都是問 什麼原理分工 為什麼有利 提高生產力 就是問分工的優點 就要做熟些past paper 接著就講一下 勞工的流動性 就要分開 究竟是職業上 轉換行業 還是地域上 由一個地點轉到另一個地點 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因為如果不分清楚的話 很多問題是答不到的 舉個例子 現在國內可能經濟轉差 工人周圍走 地域上流動是沒問題的 穿散過市 但是職業上流動就很難了 因為他們 沒有什麼技術 學識不夠 雖然可以走來走去 但是去到哪裡都是失業的 我們就說 地域上這些工人 流動性很高 但是職業上 他們的流動性很低 因為他們缺乏一些技能 我們看一看 例如2013年 政府推出 一個交通津貼計劃 會怎樣影響流動性 我們就要想 究竟是影響職業上 還是地域上 答案應該是地域上 為什麼 交通是幫他們轉換地點 他們沒有轉工都是做同一件事 不過去不同的地點 問題 答案 交通津貼會提升地域流動性 因為工人有了津貼 會更加願意到其他地區去工作 其實2019年都是差不多 高鐵建好之後 怎樣影響勞工的流動性 其實答案跟上面一樣 提升了地域的流動性 因為高鐵可以令到 到其他地區 例如 到內地去工作 兩題其實 差不多 第三題就是 內地 一些 原本做農民耕種 現在 就轉了做 旅遊業 招待一些客人 耕種 轉做招待客人 即是說 哪樣的勞動性 或者流動性 受到影響 我們說 職業流動性上升 這些農民 原本由耕種 轉為現在 經營旅館去招待客人 賺更加多的錢 接下來就探討一下 如何量度 勞力供應的數量 如何為之多和少 第一個因素就是人數 努力供應 但是留意 勞力供應不是用人頭去計 人多 但如果人不做事的話 我們說 勞力供應一樣是低的 因為其實單位 應該用公時 人多沒有錯是一個因素 但如果人做不做事 成為公時 才是最後的 勞力供應的數量 來多次 勞力供應的 單位是工作小時 即是公時 第二樣就是 量度 勞力供應的質量 質量高不高 舉個例子 我做8個小時 但其實生產力很低 因為我都在透懶 即是說時數多 不代表做出來的多 所以我們要計 每小時做的 多不多 這個 單位就叫做生產力 簡單來說生產力 就是說 平均每個小時 做到多少件事 同一個小時做得越多 即是越好 生產力越高 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生產力 令到每個小時做的東西多些 以下就是一些因素 同學要計三個 大約 教育訓練 勞工的健康 質素 補職的方法 分工 有沒有一些工具的配合 都可以提升我們生產力 即是每小時可以做多些東西 有什麼因素 我們看看Path paper 有什麼因素令到勞力供應增加 A 人們走到外國 走了 即是說人數少了 所以是減少 不對 更多學生入讀大專 走去讀書即是不工作 勞力供應應該會減少 好了 先看D 好了 男士都可以有多兩日的時產假 即是多兩日不工作了 工時會少了 所以是減少就不是增加了 所以答案應該是C 沒錯 優才入境計劃 更加多 主要內地的人過來香港工作 勞力供應就會增加 這個很簡單 接下來就是很好的例子 要你分清楚 什麼叫勞力供應 什麼叫生產力 勞力供應我們只是計過工時多還是少 我們看看 其實將工人 乘回每日工作時數 第一年的勞力供應應該是300小時 沒問題 第二年工人乘回工作時數 當然考試要大計數機 我們計了 由300小時 跌到 280小時 所以勞力供應 是減少了 接著就計生產力 生產力就是 將總產量3000 除工作時數 即是計平均每個小時做多少件 計到就是30 3000除300 即是10件 所以你看到單位是這樣表達的 平均每工時做10件 生產力的單位 而第二年的生產力 2900件 除了 用了280小時 平均每個小時做10.4 即是說10.4高於10 所以生產力是高了 所以答案就是C 18年題目 有些措施會否改善過 或者影響過生產力 第一個就是改善一些生產技術 我們說改善了技術 通常都會幫助到工人 提升他們的質素 令他們每小時的產出 即生產力 上升 這個沒問題 第二個 輸入更多工人 其實一般來說如果只是增加工人的話 即是多了工作時數 只是影響勞工的供應增加 那就應該就沒有影響了 勞工的生產力 是不是 大醫提出得 5分 即是上面2分 下面3分 你只是說增加供應 未必足夠 可能你要做些補充 怎樣 有沒有可能會上升 你要補充一下 如果輸入工人的質素很高 生產力很高 應該都可以拉高 平均生產力 因為3分的題目 你就不要只回答那麼少 做一些補充 好 最後講講工資制度 我們考試範圍 只是講三種 即是出糧的方法 逐件計 按時計算 和分享利潤 但考試多數就是頭兩種 因為 按鍵計和按時計 兩種的出糧方法是相反的 顧名思義 按鍵計就是說 你的工資是逐件計算的 有什麼例子 或者七八十年代那些 製衣廠 車衣 香港那些 逐件計的 或者癡膠花 都是逐件計的 顧名思義 多勞多得 做得多就 人工高 好處就是鼓勵生產 即是不用看著 他都會很積極地做事 但有個問題 就是工人貪快 結果隨隨便 質量會下降 可以讓我們用 還有叫做建計 即是說 它的生產是比較容易度 一件件度度 才可以容易計算 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一些產出 是比較 難以量度的話 我們就很難用建計了 有沒有例子 例如消防員可否用見計 救多少長火就收多少錢 我們不得了為什麼 就算救火都有大火和小火之分 有些可能一個小時搞定 有些搞十幾個小時都撲滅不了 救火都有分大小 還有不說不知消防員很多情況不是救火 是做其他事情的 舉個例子 例如有個阿伯行山蕩塞路的時候 都要整隊消防員去通宵搜索 這些又怎麼算呢 所以沒辦法 這種情況很難量度 我們就用時計 時計有個好處 第一容易計算 第二有些人喜歡的 因為收入穩定一點 雖然沒得多勞多得 如果你想要薄的話 就可以用第三種 分享利潤 即是賺多少 找到多少生意 就分得越多 最明顯的例子 做一些保險 地產經濟 市道好的時候 真的是找很多的 因為他們是分紅 分享利潤 當然有個風險 如果市道差 整個幾個月都做不到一張單 那就食谷種了 或者拿一個時計很微薄的底薪 這些東西是你自己衡量的 但是看Paths Paper 有時它的問法 你都要用自己的common sense去執行山 就因應那個情況 講出兩樣缺點 例如你要做車手的送貨的 還有它不是問優點 它是問缺點 一部分的缺點 你可以在筆記找到 工人承擔風險 即是說 跟做這經紀差不多 如果沒有單開的話 你就沒有收入 即是風險比較高些 即是收入不穩定 另外一個缺點 你可能要在題目那裏找 原來要自己的工具要自己準備 這個會增加額外的成本 即是你叫我打工 還要我自己貼錢買裝備 還有要從題目去推測 你拿著電單車環衝直撞 可能會增加意外的風險 不止一個做 可能個個都是這樣的話 可能會增加一些安全的風險 跟著近年那些都是一些比較大陸的題目 其中一些困難的地方 你要搞清楚一個僱主的好處 為何用獎金的方法 即是贏了比賽才有工資 從僱主的角度 其實獎金這個制度類似一些利潤的分享 即是剛才所說的保險經紀 你發覺保險經紀是沒有人監去工作的 為何呢 因為他自己要賺到生意 賺到錢才有收入 同樣道理 運動員用獎金的制度 僱主就不需要整天看著你有沒有工作 僱員都會很積極的 因為你要保險經紀是要找到單 運動員是要贏到比賽 一樣道理的 就不用監住你 你都會很積極地去工作 好 最後一題 就是財政司司長為何不用建計 其實這個原因是跟消防員一樣 因為他做的事其實是 不知是做什麼的 其實很難標準的 不是很單一的 以及很難計算的 就是這樣